五百二十五集 顾兄,你 白斩宁心中一沉 好友这样失态 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顾离却好似听不到任何声音 修长的手指颤抖着 从衣袖中掏出了一盏油灯 油灯一冷 火焰已灭 白斩宁猛然变色 失声道 顾兄,怎么会 话音未落 就见顾离猛然站起 却因为骑得太急 深邪微晃 一口鲜血 喷到了棋盘之上 鞋花点点 趁得黑白棋子 尤为触目 清晨 顾离紧握着油灯 画作一道灰影 向远方顿去 白斩宁 顾得收拾残局 抬脚追了上去 火灵谷 极炎之地 火光漫天 放眼看去 天地都是赤色的 洛阳道友 恭喜你收服了火灵 一个赤红头发的女子 吟吟笑道 站在女子身边的男子 亦是一头赤发 看向夜天元的目光 满是忌惮 还隐约有一丝忌妒 这个洛阳镇军 不知是如何到了他们这与世隔绝的火灵谷的 火灵谷位于火山底下 深九万里之处 自成一派天地 有火族人居住 每一个火族人都是单系火灵羹 天生赤发 天使地利 修行速度 一日千里 只是这些火族人到了外面 体内的灵力 却会被神秘的力量封印 沦为修为低下的修士 为了增长见识 获得修炼资源 这些火族人会染了头发 偶尔去外界游历 因为不适应外面的环境 修为又被封印 这些人并不会在外界停留太久 亦不会让人发现身份 千百年来 火灵谷还是第一次有外人来 却没想到 这个外来人居然收服了火族人 奉为圣灵的火灵 还让银像对男子 不假瓷色的堂妹 笑脸相迎 火族堂兄妹是可以通婚的 叶天元看了一眼 手心上的火灵图案 收回目光 刚要说话 却觉得心头一痛 像被千斤重锤 狠狠地击中 紧接着无边的悲伤疼痛涌来 师妹 紧一瞬间 叶天元就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惨白如指 看得未开二人一眼 静止向上飞去 上方空悬着一个洞口 里面火光引现 那是火族人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 每逢月圆之夜 洞中的火光会熄灭 温度降至最低 不然哪怕是天生熄火的火族人 也承受不了洞中烈火的燃烧 洞阳道友 你疯了 今日是初一 正是烈火最圣之时 红发女子急声唤倒 忍不住向叶天元追去 叶天元连头都未回 赤法男子抓住红发女子的脚踝 叶天元连头都未来 叶天元连头都未来 你干什么 红发女子急道 汤兄 她会被烈焰封烤至死的 赤法男子怒道 那关我们什么事 叶天元连头 你别忘了 她收缝了火灵 硬闯着火焰鹿 还死不了 红发女子想再说些什么 借借那道青色的背影 早已消失在洞口 终于叹了口气 颓然无声 寂静的小村庄 被山领隔绝 没人知道山的那一端 上演着什么故事 小娇 你不用给我舔了 小狼冷冷道 那怎么行 你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若是没有我的唾液经过 会生浓的 小角言辞拒绝着 忽然神色一变 有人来了 一定是和光真君 车子站起来 又些欢快的跑去 多年前 真正收复小角的 其实是顾黎 虽然小角和墨清晨签订的契约 但在他的心里 却莫免的觉得 顾黎清静可靠 甚至觉得 只要顾黎来了 也许主人就有救了 可是看到来人 小角却停了下来 绿衣如柳 信眼淘塞 却偏偏有种脱死的讽子 来者正是洛霞门大小姐 阮莲秀 阮莲秀对叶天元的痴缠 以及对墨清晨的恨意 伴随墨清晨多年的小角 自然是清楚的 看清来人的面容 小角的眼睛顿时 瞪得大大的 满是戒备 阮莲秀 瞅了瞅小角 独角兽的外形 无疑是惹人喜爱的 便不自觉地 歪了嘴角 随后目光一转 且愣住 清晨震军 说着忍不住 往前迈了一步 你 你要做什么 小角强忍着 没有后退 死死地盯着阮莲秀 阮莲秀皱了皱眉 清晨震军怎么了 小角防贼似的 看着阮莲秀 一言不发 阮莲秀 有些疑惑 又细细地 扫了莫清晨一眼 惊讶道 清晨震军 他 他陨落了 小角 终究是心性单纯 听阮莲秀 这么一说 立刻变了脸色 你不要过来 不许刻起 我主人的肉身 切切得到莫清晨已死的消息 阮莲秀脸上 闪过不可置信的神色 这怎么可能 数年前 他穿越到这神奇的世界 占据了这具身体 也接收了原主人的灵散记忆 印象最深刻的 有三个人 一个是原主人的父亲 洛霞门门主 静言真君 另外两人 就是叶天元 和莫清晨了 也许是原主人的情感 还残留着 每当想起这两人 那种爱恨交织的情绪 居然能影响他的理智 有时候 他甚至会怀疑 原主人的意识 根本没有散去 而是沉睡在某个角落里 每当闪过这个念头 总是令他不寒而栗 阮莲秀 瞥了莫清晨一眼 暗道 算了 这个清晨真君 对原主影响这么大 还是少战为妙 想到这里 转身欲走 脑子忽然轰得一声 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一个激进疯狂的身影 在他脑海中叫嚣起来 回去 你给我回去 软联袖秀身子更加僵硬了 又神念 惊惊地问道 你是谁 你是谁 脑海中的身影疯狂地大笑起来 你还有脸问我是谁 你这个躲射的贼 你 你是软联袖 精致之下 软联袖脱口而出 小脚正站在对面 和软联袖对峙 就见他忽然已动不动 面上的表情极为丰富 接着又说出这么一句话 顿时困惑了 不满地嘟着嘴道 你才是阮联袖呢 阮联袖却对小脚的话 没有任何反应 正于脑海中的身影 进行着对话 不 不 我不是脱射 我醒来时 你早已死去了 阮联袖解释道 他进入这具身体 结单凶事的修为还在 记忆虽灵散 恶补了这几年 对修真界的常识 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自然知道什么是夺射 夺射那是强行 把血眼中身体的灵魂 驱赶出去 取而代之 他 他才不会那么做呢 脑海中的身影 一声冷笑 哼 真是为善 不管怎么说 你就是趁着本小姐 魂魄一碗离体时 占据了本小姐的身体 我魂魄不能归位又怎么样 我情愿着身体臭了烂了 化作尘埃 也不愿意一个贼 披着我的皮囊 招摇撞骗 这些话 字字如刀 阮连绣身影 微颤 我 我没有招摇撞骗 我虽占了你的身子 但这些年 努力修炼 共顺师父 教好门人 面顺人缘好了很多 难道 你不觉得高兴吗 脑海中的身影 气得发抖 滚 你给我滚出去 你这个无耻的贱人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怪 尖利的身影 如魔鹰穿耳 把他脑海中的弦 一根根拉断 剧痛无比 阮连绣冷汗凌凌 抱着脑袋大叫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小脚瞪大了眼睛 看着软连绣 眼中闪过好奇 喃喃道 这个女人难道疯了 虽然 虽然趁人之危不好 但是为了主人 也顾不得了 想到这里 头一低 用金色独角 对准软连绣冲去 小脚冷嘶一声 独角被软连绣 双手握住 难以进前一步 小脚艰难抬头 正看到软连绣眼中 闪过诡异的光 接着一股力量传来 把她推了出去 软连绣的目光 又恢复了茫然 脑海中的声音笑道 怎么样 你以为 只有你能控制这个身体 别忘了 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我的 软连绣脸色 实情实白 却不是蠢人 沉默了一会儿道 如果你能控制这具身体 早就把我赶出去了 不会等到现在 恐怕 你只有在偶然的刺激下 才会出现吧 脑海中的声音 气急败坏起来 你怎么知道 蠢连绣脸绣微微笑起来 静默片刻脑海中的身影 一笑了 哼 是 你还不算笨 被你撂中了 可那又如何 在你活着的 在你活着的这几百年里 我总会出现三五次的 如果说 等我出现时 和落下门守门的 那个老头子睡了呢 或者 不着蹭吕的 出门溜达一圈 不知道温柔善良 把你醒来后 又该如何收场 蠢连绣的脸色 刷得雪白起来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脑海中的身影 变得有些兴奋 很简单 我要冒清成那具身体 你帮我 什么 蠢连绣惊呼 脑海中的身影冷下来 怎么 只许你揪战怯巢 不是你说的 这不叫夺赦吗 反正他已经死了 这 阮连绣迟疑起来 要是他要自己 替他强行夺取活人的身体 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但那位清成真君 已经陨落了 阮连绣心中 天然交战起来 脑海中的身影 催促道 你还在犹豫什么 别忘了 这是你借我的 不然 你就等着出丑吧 等小姐说到做到 想到脑海中的身影 说的是 蠢连绣心中一寒 深吸一口气 好 我答应你 阮连绣脑海中二人的对话 说起来话长 其实不过一瞬间 小脚被甩出后 从地上爬起来 就见到对面的女子 眼神恢复清明 一步步走来 你 你站住 小脚第一次觉得 当一头独角兽 不是那么值得骄傲的事 小家伙 你让开好不好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阮连绣温身道 小脚心思纯净 却最为敏锐 阮连绣刚刚出现时 他虽戒备 却没有那种巨大的危机感 可看着走近的女子 他感觉 他的想法变了 我是不会让你靠近主人的肉身的 除非你插着我的尸体过去 小脚昂着头道 既如此 我只有得罪了 阮连绣温柔叹息一声 眼中闪过怜惜和不忍 金色长边却卷了过来 小脚灵活的往旁边一跳 闭了开去 阮连绣明明唇 这头独角兽给他的感觉 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没想到 躲避起来 倒是很灵活 526集 脑海中的身影 不停地催促 头部阵阵脚痛 阮连绣不再犹豫 金色的长边 挥舞得更加快乐 道道边影 如同一条条青蛇 如影随形地追着小脚 啪的一声 金鞭终于打在小脚的身上 带起一片血花 小脚闷哼一声 这一停顿的功夫 又一道鞭子打到了身上 小家伙 你让开吧 我不想上你的 外联绣扬身道 小脚一双黑亮的眼睛 蒙上一层薄雾 却强忍着 不让泪珠掉下来 一道道鞭子 抽打在身上 掀起一道道血痕 不过片刻 身上就再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小脚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死的 疼挪着遍体鳞伤的身体 躲避着鞭子抽打 却不让开半步 外联绣眼中满是不忍 手中的长鞭 却越回越快 虚伪 本小姐喜欢的就是喜欢 讨厌的就是讨厌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才不会这样心心作态 脑海中的身影冷嘲 你早点痛下杀手 把这小畜生解决 我看他受的苦还少些 蓝灵秀身子一正 看着被鞭打的血肉模糊的小脚 长长的叹了口气 随后把大板灵力输送到金边中 金色长边输得光芒大作 画走一条表情真名的巨马 张着血盆大口向小脚出去 主人 小脚真没用 看着冲来的巨马 小脚喃喃倒 一滴泪水终于从眼角滑落 小脚跌下头向着巨马冲去 呃 夜深惨呼传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小脚猛然指着脚步 却因为速度太快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他千难地抬头 正看到阮灵秀整个身子 向后飞去 随后摔落在地 不远处出现一个身穿悬衣的男子 脸色冰寒地走来 你 你是谁 阮灵秀强撑起上半身 看着来人虚脱地问道 悬疑男子已经走到近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阮灵秀 洛霞门大小姐 你知道我 阮灵秀睁大眼睛 觉得这人有些熟悉 阮灵秀明白 园主也是见过这人的 可惜记忆零散 想不起来 权疑男子 冷冷地牵起嘴角 你给我滚 回去告诉你爹 本人欲成真君 如果再让本君碰到你伤及莫道友 羞怪本君 手下无情 阮灵秀士的威压 散发出来 阮灵秀 眼色煞白 狠狠地吐了几口血 却明白 这人不是威严走听 强撑着站起来 踏上飞行法宝盾去 罗宇成眼睛眯了眯 若不是担心灭了他 洛霞门门主会穷追不舍 耽误就职清晨的时间 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竟然把清晨的灵兽 伤成这个样子 罗宇成转头 看到静静躺着的莫清晨 脸色骤变 莫道友 宇成真君 主人他 他死了 小脚哽咽的声音传来 小脚的话 犹如一道惊雷 在罗宇成耳边炸响 震得他耳朵 呼呼呼作响 小脚 你在说笑 罗宇成脸色出奇的平静 一字一顿地问道 小脚摇着大脑袋 泪珠 扑思索地流下 小脚没说笑 主人 主人他真的死了 那不可能 罗宇成冷声说着 往墨清晨那里走 五行傀儡 是他送给墨清晨的新婚贺礼 炼制时 曾取了他的心头血背影 是以腰地落风 回去五行傀儡的一瞬间 罗宇成第一时间就感应到了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墨清晨遇到了静敌 这也是他立刻赶来的原因 一道静风 打飞了软联袖 看见那熟悉的青色山影 安静地趴在草丛里 他以为他是受了伤 可是 他绝不可能会死 罗宇成的脚步 又起飘忽 心中一个念头萦绕 那个咽过拔毛 连他都被捉弄得 团团串的女子 怎么可能会死呢 是了 一定是清晨伤势太过严重 气息微弱 小脚又不懂得 这才乱说的 罗宇成这样的男子 从未过人 也正是这一点 使得他很难相信别人的判断 哪怕说话的 是墨清晨最乖巧的灵手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快走到墨清晨身边去 宇成正军 你 你不能过去 小脚颤巍巍地站起来 挡在了墨清晨面前 罗宇成一阵 冷眼看着小脚 小脚被他冷淡 又隐隐夹杂着 惊慌的目光 看得难受 却挺了挺胸旁 鼓起勇气 小脚答应过 吴越姐姐了 除了和光真金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主人 除非 除非 从小脚的身体上踏过去 吴越 罗宇成 瞥了一眼 躺在墨清晨身边 昏睡的火乌鸦 又看了一眼 奄奄一息的小狼 凭他的过人眼力 其实第一时间 就看清了 这两只灵兽的状况 可是却下意识地 不愿多想 他只想亲自去确认一下 墨清晨到底如何了 否则 谁说的 他也不信 小脚 你知道的 我和你主人是朋友 不想对墨清晨的灵兽动手 罗宇成 强忍着心中的胶着 淡淡倒 小脚忙点头 嗯 小脚知道 罗宇成扬眉 那我可以过去了吗 不成 见罗宇成 脸色微沉 小脚硬着头皮 继续倒 除非 除非你从小脚的身体上踏过去 罗宇成额头清晶 狠狠一跳 尽量使语气温和 小脚 本军已是原因修士 所掌握的能力 不是你们六阶灵兽所有的 或许 你主人并没有死 只是你们判断失误了 小脚猛的抬头 一脸的惊喜 宇成真军 真的是我们判断失误吗 主人 主人或许没有死 罗宇成 罗宇成嘴角微翘 身影难得的温和 啊 所以 本军要过去看看 小脚犹豫了一下 湿漉漉的大眼睛 望着罗宇成 宇成真军 你想过去 也不是不可以 罗宇成 以为小脚被自己说动了 正含笑 等着听下文 就见小脚脸上 闪过决染 认真的道 你可以踩着小脚的尸体过去 一口气 硬深深的憋在 罗宇成的胸口里 这一刻 他只想骂娘 有这么一根精的灵兽吗 小脚 你再不让开 说不定你主人的伤势 就被耽搁了 罗宇成深吸一口气道 那你可以踩着 小脚的尸体过去 小脚 若是那样 等你主人醒来 岂不是生机欲绝 你赶紧让开 不要说笑了 罗宇成 几乎要抱走了 那你可以踩着 小小的尸体过去 那你可以踩着 小小的尸体过去 一贯云淡风轻的 罗宇成 终于抱走了 见小脚口一张 又要把那句话 像紧箍咒死的 D.A.N.S.的念出来 一个风刃过去 把他拼晕了 大不留心的走了过去 这一刻 天地都清静了 他忽然深深理解了 墨青城的暴力 是多么的爽快 也难怪他能活得那般 神采飞扬 罗宇成嘴角忍不住 微扬 想起在杰林谷 一次次被墨青城 用拳头威胁的情景 可当看清墨青城的气色 嘴角的笑意 却凝固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罗宇成缓缓单膝跪下 执起墨青城的手 叹入的灵力 顺着死气沉沉的今晚游走 终于来到丹田 触到了毫无动静的小小婴儿 发生了什么事 罗宇成转头 盯着奄奄一息的小狼 小狼自喉咙 至腹部的伤口 一直翻卷着 因为有小狗唾液的滋润 依然是鲜红色 可他却喘着粗气 看着罗宇成 没有半分说话的力气 受了腰地落风的一击 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奇迹了 罗宇成神情平静的 有些反常 一步步走向小狗 对着他的灵血一拍 小狗悠悠醒来 宇成尊君 小狗眨眨眼 小狗 你想想细细的告诉我 你主人遇到了什么事 罗宇成身影冷得 几乎没有感情 笼罩在周身的气息 且令人喘不过气来 小狗眼中的光芒暗淡下去 把事情仔仔细细的 说了一遍 姚弟 罗宇成缓缓念出这两个字 看着仿佛睡熟的女子 身影轻的 几乎听不见 生怕吵醒了眼前的人 笨丫头 你的仇 宇成替你报 说完 伸出手去 想要替莫秦成 换下燃血的轻衣 却慢慢地收了回去 盘膝而坐 修炼起来 三日时间 一晃而过 一只闭目静坐的 罗宇成忽然睁开了眼睛 背手而立 仰望着天际 一道青色顿光 有远寂静地飞来 转瞬到了境前 画作灰色的影子 顾黎飞落到地上 看着躺在草丛中的 墨秦城 忽然失去了 走过去的勇气 小脚奔过来 飞突进顾黎的怀里 何光真君 您终于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你 顾黎拍了拍小脚的头 身影温和依旧 小脚莫哭 说完 抬脚向默秦城走去 罗宇成默默让到一侧 平静地 何光真君 既然你来了 在下就离去了 顾黎抬眸淡淡道 多谢于成真君 守护小徒了 都是聪明人 只看到小脚的样子 顾黎自然想到 伤害默秦城的 不是罗宇成 罗宇成目光不经意地 扫了扫顾黎两边 垂下的白发 又落到灰衣上的 暗色痕迹上 抿了抿唇 何光真君 后会有期 顾黎一时汗手 后会有期 罗宇成转头 深深看了默秦城一眼 脚底身风 只一瞬间 就消失在绵绵青山中 顾黎缓缓奔下 默视着默秦城的面庞 梁九把他上身抱起来 放到膝盖上 用手指替他梳理凌乱的青丝 一下一下梳理得极为认真 孙君 小脚凑过来 看着顾黎的样子 有些不安 许久 顾黎的身影传来 是谁 掺杂在本命原神灯中的一日追魂香 因为过了时限 早已失去了追敌的效果 是妖帝 妖帝 顾黎抬头看着小脚 小脚点头 嗯 真的是妖帝 妖帝说 主人的弟子杜若 是他的遗魄投胎而成的 他要和杜若合体 主人不答应 他 他就杀了主人 说到这里 小脚尖叫起来 真君 你 你流血了 顾黎却似乎再也听不到小脚的话 任有一滴滴心头之血 顺着嘴角流下 洒落在墨清晨的青山上 自从用遗情之法 把禅心牵击线 从墨清晨身上 转到自己的身上 他虽仗着修为身后 压制化解 天长日久 看着没有大爱 却终究流了隐患 一旦情绪过于激动 就会被残留的 缠心牵击线反噬 缠紧心脏 吐出心头之血 只是他以为 把清晨交到洛阳手里 看着他幸福安好 永不会体会到那种疼痛了 心头之血 轰得触目尽心 沉串地从顾黎的嘴角涌出 落下 他的面旁渐渐失去了血色 小小慧慌了 大声道 郑君 郑君 你快止血吧 你快止血吧 小小求你了 得 alar down 听咱 Carroll 저도看不见 有危险脸